OK,这个就是Amplifier的Chainman 你开机后,它会自动连AUX 刚才那个红帮你连AUX 所以它就是显示AUX 在Amplifier,它可以插USB波格 SD卡波格,还有Bulltube 连你的手机那些的 都可以从那个喇叭打出来 OK,这个三个 这个是Music的Man Control Master Volume 然后这个是Mine的Master Volume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Eco Eco就是回音咯,你可以调大小小 OK 这些就是那个音乐的 它有分的,这个是话筒 这边是话筒 这个是音乐的 音乐还有分视率,它是隐藏式 隐藏式的设计 你要用那个Test Pen去把它调的 那Test Pen在那个包装里面 会有的,小小只的 因为防止小孩子就碰,它会走掉 这个就是Triple,Triple就是高音 高音的话 你可以如果要尖声的话 你可以调大一点 然后中音不用调它 然后Base 如果那个音你觉得要重一点 的话就蹦蹦蹦那种声音 要强一点,你就调大一点咯 这个Balance也就是不用调它的 这个Balance就是两个喇叭的声音来的 它是Balance了的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Mind的 Mind的调的东西 OK Delay就是Echo的一种里面 你可以 不用去调它咯 你会调稍微少一点 因为它是Delay 会把那个声音延迟掉的 这个声音 你通常它是放在中间 或者少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Repeat也是不用理它 这个是高音 你话筒如果你唱你的声音不够强 然后你是可以把它调高一点 它会帮助你的声音提高的 中音没有什么理它 然后这个Base就是那个低音咯 你的Mind的低音 你也是可以把它调稍微少一点 就没有这样沉咯 那个声音 OK 所以刚才讲的还有两个插口 那个Mind的就在前面咯 这个是那个Mind的那个音量咯 你可以调差不多到这边咯 这个点 OK 然后你就不用调好了 然后你要调它的声音就是在这边 这个Mind的 看到吗 还一调就是两边的声音都是在那边调的 OK 是这个样子罢了 痛 OK 现在那个点歌机启动了 就是这样子了 画面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你稍微跟你讲解一下点歌机的操作 OK 这个就是语言 你可以换你的语言 中文英文 Mind都可以换的 OK 然后你这个呢 就是可以把那个screen 放大 对着这边唱 也可以对着电视机那边唱的 OK 然后就这个 它的接面就是跟外面的Catty Room一样咯 你可以原唱半唱 然后重唱 切歌 看到吗 停 OK 歌星点一个 OK 你这边找 你要找那个歌星 就是跟那个前面的Alphabet找咯 好像张学友就打 Z Z X Y Z XY 它就出来了 其他所有的歌星都是打那个前面Alphabet的 歌 歌也是一样这样子找 英文歌星 英文歌都是打前面Alphabet 它可以手写 OK 你如果不会拼音 你也是可以手写 看张 OK 所有张 OK 歌也是这样子找 OK 你首先你就去高级那边 connect你的Wi-Fi先 如果你没有粘地 先就connect你的Wi-Fi先去高级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Wi-Fi设置的 它会Auto scan你的目前的Wi-Fi啦 OK 打完你的密码就连接咯 建立连接按 它完成过后它就变成红色跟你讲 它已经连接了 看到吗 变成红色了 跟你讲连接成功 OK连接成功过后你就在一下有没有网络咯 你按去型格那边 你按去型格那边 OK 你连接了Wi-Fi过后它会出现这种云端 这种云端的logo就是那个型格的那种列表来的 型格列表来的 OK 你觉得你要咯 你就按一下咯 你按这些 按了过后 它就自动下载了 OK 你就等它跑咯 这一会还会跑的 这个它的speed是看你目前你的Wi-Fi的speed咯 如果你Wi-Fi够快的话 它就跑很快咯 OK 它走完了100% 它会下去你的hard disk里面了 以后就有了 没有连接Wi-Fi都可以抄了 当然新的 OK 还有一点就是进去高级 系统设置 你 就是你要去setting的东西 你就按那个系统设置 然后打一个密码 3个7 3个8 3个7 3个8 OK 进来了它就是这个 也就是setting page 通常那很新的 跟你发展点个Gmail 你就要去那个更新云端 人格库这边 按一下 给它做一个5分钟 大概是两三个礼拜 按一下 给它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OK 还有这个公播设置 就是说 它里面 它你没有点歌的时候 它会自动播 你要的歌啦 就是你可以set下去 你要的歌 OK 它会 它来的时候有七首韩国歌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轻拱掉它 变成白了这个 然后你就慢慢这里选 你要的歌咯 你可以直接查找的 你要的歌 像甜蜜蜜 你打tmm ok 甜蜜蜜 它就出完所有的甜蜜蜜蜜 你要的话 你就点点 点到你满意位置 你觉得够了咯 这边还会按过来的 你选了 过后还会过来的 OK 这个你觉得满了 过你才按保存 按了保存过 以后你没有点歌的时候 就播你这种歌咯 OK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关机的话 你不可以直接关电的 它会坏的 如果你直接关电 那个主机 它就是会坏的 所以你是要 从这边高级 按一下 按那个关机 就是按 Shit down OK 你按了过后 然后你等这个荧幕 跟那个电视机的荧幕变黑了 好像这样子 变黑了 过后 它会跟你讲五秒钟才关电源 关电源也是关这个主机 金色的 关这个Shit 关掉它 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可以直接关电的 OK